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Intel在五月底終於推出了 第十代處理器,而其中最受矚目的 莫過於號稱地表最強的遊戲CPU Intel Core i9-10900K啦 今天早上下去簽收包裹的時候 本來想說定的網拍終於到了 但回家看看箱子又不太對 拆開來才發現是這顆來自Intel的 Core i9-10900K 那這顆CPU究竟相較於上一代有多少提升 我們馬上來研究看看 第十代的i9-10900K相較於上一代 除了核心數的增加 時脈也有所提升 TVB單核最高可達5.3GHz 而全核也能跑在4.9GHz 很多遊戲其實都是 看中單核心的性能 因此Intel這一手單核Turbo 時脈的操作無疑是讓玩家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而Intel第十代i3以上的處理器 也全面導入了超執行序技術 像是第九代的i7-9700就只有8核8序 而第十代的i7-10700就來到了8核16序 我個人猜測啊 全面導入超執行序 不一定是要斬斷網拍那些8核16序爆殺i7的深度 以往那種CPU都是8核16序就說16核 然後爆殺i7 而他們也就只有在帳面上的數字營而已 實際上就是國內外淘汰的老伺服器CPU 效能完全不合時宜 另外在同樣的製程前提下 要如何多塞入兩顆核心 提高時脈並加強散熱呢 Intel這次在第十代處理器 採用它們叫做Thin Dice Team的技術 簡單來說就是讓晶片更薄 然後有更多的散熱空間 以及更好的頂蓋 讓散熱效果更上一層樓 由於我平常有在開發一些不同作業系統 或是跨平台的程式 因此也會經常使用到虛擬機 而Intel對於虛擬機的支援非常完整 我可以在BIOS中打開Intel的虛擬化技術相關設定 然後進入Windows後 在VirtualBox中安裝Ubuntu 建立測試需要的環境 而i9 1090 KCIA的超多核心和高時脈 不只對遊戲的幫助很大 對工作的生產力提升也非常顯著 Intel Core系列長期默默的耕耘虛擬化技術 讓整個系列處理器對虛擬機的支援性更好 如果你像我們一樣有在使用虛擬機 或者有多開虛擬機的需求 Intel對虛擬化技術提供的支援其實還滿有幫助的 像這顆1090K除了10核20序的多核心優勢之外 還有優異的穩定性確保你在使用虛擬機的過程 可以有良好的體驗 總結來說如果你是一位遊戲狂熱分子 直播組或是影音創作者 Intel第10代的Core i9 CPU 高時脈和多核心提供強大的多功效能 另外如果你是一位超頻愛好者的話 Intel對於購買盒裝處理器的使用者 也提供了一個超頻的加購保固 大概台幣六百塊左右吧 畢竟一顆處理器快兩萬元 超壞了你可是會欲哭無淚的啊 這裡我們還是讓Enter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做了什麼傻事吧 大家好我是Enter就是這個鼓主 去年大家還記得我們有改裝一台iMac嗎 那這台iMac原本的處理器是i58600 我們把它改裝成i99900K 然後這顆拆下來的CPU我們也當然沒有浪費 把它拿去做了其他用途 不過有一天不知道什麼騷操做之後 在我手上它就不能開機了 就跟你說你本來就用不到 給我就好了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這邊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顆CPU是Intel 它給Apple去生產iMac這樣的產品 並不是直接把處理器賣給消費者的 所以在Intel來說 這顆處理器就是一個散片 即便我們這台iMac還買不到半年 但也不能申請RMA的寄回換新 你不是現在一眾夢夢到 都還會在那邊偷哭嗎 最好是啦你不要亂講 奉勸大家千萬小心不要貪小便宜去買到閃片 買代理盒裝原廠的保固就有三年了 除非像是9900KS這種比較特別的它只有一年 而且Intel也很Asali 基本上壞掉都是直接RMA換新 好啦好啦壞的50收啦 所以到正常的通路買公司貨的盒裝處理器 雖然會貴那麼一點 但就當作是買保固吧 詳細的評測我們會在之後 裝一台豪華的桌機 來為大家測試看看 這期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想看什麼內容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為大家可以開啟 總之離開啟